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黑苹果 上次我教大家在小米笔记本上 安装黑苹果系统 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其实并不完美 还有那么一点点小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 很多小伙伴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个 你会没有办法打开EFI的文件夹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EFI的引导分区 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 这样我们的Windows就可以看到EFI的分区了 而之后我们就要把我们准备好的EFI文件夹 拷贝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我之前提供的软件格式化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打开U盘的EFI目录的话 以下可能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软件的问题 第二种有可能是您系统的问题 如果发生了这两种问题 我们还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就是需要你去重新下载一个软件 重新格式化就可以了 但如果不行的话 而且您又不想去下载这个软件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上一次教大家的方法 是用DeskJunior把它格式化一下 把它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 然后就可以识别了 有些小伙伴把它格式化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打开 那我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更加保险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还是打开DeskJunior这个软件 好我们选择EFI的这个分区 这时候我们点击右键 然后我们选择隐藏或者取消当前分区 好我们点击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默认的这个分区是隐藏的状态 好我们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呢这个隐藏的图标就已经没有了 好完成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点击保存更改 是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EFI的分区 已经分配了一个盘幅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电脑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分区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双击是进不去的 好我们关掉 我们再接着下一步 我们还是选择EFI的这个盘幅 然后我们点击右键 点击右键的时候呢我们点击设置券标 这时候呢我们点击确定 一般来说到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可以打开了 那如果你还打不开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还要再做一步 还是在这我们点击右键 我们选择调整分区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它的前部空间有3K 那后部空间是0 我们在这里任意敲入一个数值就可以了 那我们跟上面一样把它分配到3K 这时候我们点击开始 写的这些话呢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点击是 好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击完成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我们来我的电脑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的电脑 双击这个EFI的盘幅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很轻易的进来了 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好我们关掉 如果在你使用DeskJr 把EFI分区格式化成FAT32格式之后 还是无法打开呢 那你就可以用我下面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让你的Windows系统 轻松的识别到这个EFI分区 并且可以非常方便的打开它了 好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 在有一下小伙伴安装完成之后呢 你的计算机没有办法自己引导 并启动Mac系统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这么几种情况 如果你用的是小米笔记本安装的话呢 那第一种情况呢 是有可能你的BIOS并没有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或者说呢你并没有在BIOS里面打开这个UEFI的启动项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的笔记本里啊 本身之前就安装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比如说Windows 那如果是以上的两种情况呢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把该打开的打开 该升级的升级也就是了 按照我上一个视频 照做就OK了 但是如果你已经确认把BIOS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也把UEFI的启动项已经打开了 并且还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了 那其实方法也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BIOS里面添加一个独立的启动项就OK了 开机之后呢 由这个启动项来进行引导啊 引导启动Mac系统或者是启动你的Windows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 我就带着大家来看一下具体咱们应该怎么样的操作 好我们打开电脑 nf2 好我们输入密码 这时候我们找到启动选项 我们把我们的U盘调到第一顺位启动 确定 F10 保存退出 重启电脑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引导界面了 第一个启动项呢 是Windows的启动项 第二个启动项呢 是Mac系统的安装启动项 第三个启动项呢 是我们已经安装完成的Mac系统的启动项 我们现在做的这一步呢 是需要通过这个引导 给BIOS添加一个独立的引导程序 让它可以同时引导Mac系统和Windows系统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光标调到最左边 然后开始按右键 一二三四五 第五下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选项呢 就说明我们已经选择到了 好我们按回车 按回车之后呢 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添加一个引导程序 进入我们小米笔记本的BIOS 好我们点击回车 OK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添加进去了 好我们选择重启电脑 这时候拔掉U盘 nf2 好我们接着输入密码 进入BIOS 进入BIOS之后呢 我们找到启动项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启动项里面看到有非常多的选项 然后我们把这个选项 调到第一顺位启动 好 确认 保存 并重启 这时候电脑重启 重启完成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熟悉的界面了 唯一区别的呢 就是多了一个启动的选项 左边的这个启动选项呢 就是进入我们的Windows系统的通道 而右边这个选项呢 就是进入我们苹果系统的通道 OK我们尝试一下进入苹果系统 好它现在已经载入了 OK我们输入密码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安装双系统引导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也非常简单 大家在安装完黑苹果之后呢 尤其是你使用了双系统之后呢 还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系统的时间是不匹配的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麦克强安装一个补丁 就可以实现多系统时间同步了 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夹 这是一个APK文件 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就不跟大家念了 好双击它 继续 安装 这时候呢需要我们输入密码 OK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把你Mac的时间调整好 然后你再重启到你的Windows下 把你的Windows的时间调整好 那它两个的时间就会同步了 就是系统在安装完成之后 您还有可能碰到另外一个系统问题 系统安装完了 您在使用耳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发现 你的耳机里面并没有声音 那拔掉耳机呢 那笔记本的喇叭又没有问题 这里呢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很容易的就可以解决了 那另外这个耳机的问题呢 其实也是非常好解决的 在黑锅小兵的网站里面呢 提供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执行脚本 只要我们双击就OK了 好我们现在双击它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无法安装的 由于安全性的原因呢 我们要去后台开一下 我们点击片号 隐私 这里呢我们选择仍要打开 OK 由于我之前已经安装过一次了 我就不重复安装 再给大家演示了 接下来你只需要在这里填入你的密码 就OK了 大家刚才有看到 我在安装耳机补丁的时候呢 出现一个问题 我在安装的时候呢 它是不让我安装的 那我需要到我的片号设置里面 打开安全与隐私 才可以通过那个验证 有一些网络下载的文件呢 是无法安装的 那其实这里呢 Mac已经隐藏了一个选项 那我现在教大家怎么样打开这个选项 好我们现在点击控制台 点击其他 打开终端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一段命令复制进来 然后点击回车 然后输入我们的密码 OK 这样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把控制台关掉 然后我们再进入安全性与隐私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允许从以下位置下载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已经多了一个选项 叫做任何来源 那这个时候呢 你安装任何的软件 不管是从Apple Store里下载的 还是从网上下载的 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这条命令呢 我也会贴到视频的下方 这个WiFi和蓝牙不能驱动的问题 就是小米笔记本的硬伤了 其实蓝牙这个还好办 WiFi不能用的话 那实在是有点太难受了 那在这呢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买一个USB口的WiFi接收器 这个呢 就是我在淘宝买的一个移动的WiFi 它非常小 而且又非常方便 需要的时候呢 插上就可以了 那我买的这一版呢 它是需要添加驱动的 现在在淘宝上呢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有很多呢 也是免驱动的 也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之前我们说的 我们这次安装的这个Mac系统呢 其实并不完美 最大的两个硬伤呢 一个是小明笔记本的蓝牙 另外一个是小明笔记本的WiFi 那这两个呢 是无法驱动的 所以说用起来实在是不爽 蓝牙其实还好 WiFi如果不能用的话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鸡肋 那我这次呢 就使用了一个移动WiFi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WiFi插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 我这个图标就是我之前 已经按过的驱动 我们把WiFi插上之后 它就会自动驱动 这个信号格呢 变成绿色之后呢 就说明它已经连接上了WiFi 那这个使用方式呢 跟我们普通的WiFi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选中我们需要连接的 然后填入密码 然后点击加入就OK了 这个是我已经连接上的 好我们测试一下 我给大家测试的这个基础网络是 电信的百照的光纤 因为我图便宜买了一个2.4G的 并没有买5G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下载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其实这个数字呢 也只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我们打开YouTube吧 随便打开我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正常播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详细统计信息 速度也是足够用的 由于是2.4G的原因 那它的传输效率肯定是没有那么快的 好我们现在到偏好设置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网络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我有一个802.11n的 这么一个无线网卡已经连接上了 所以这个解决方案 我觉得还是非常OK的 比看这个WiFi很小 但是它确实已经解决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如果您安装完成了之后 什么驱动什么插件都完成了 但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 你的Mac无法开机了 那在这儿就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是由于EFI自带的序列号问题 因为咱们每一台的Mac电脑都会有一个自带的识别码 而我给大家提供的EFI文件里面的识别码 它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您在使用我提供的EFI 安装完黑苹果之后 这个系统会识别可能也有别人在用这个 也就是说它这个识别码会冲突 那之后它就会无缘无故的没有办法开机了 那接下来我就教大家提前解除这个隐患 好 我们现在解决最麻烦的一个问题 那它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需要接触这个软件 OK 我们双击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这个软件之后 我们选择这个选项 MiltonEFI 找到我们系统安装盘 收入密码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EFI分区就被挂载到系统 点击文件 打开 找到我们刚才挂载的EFI分区 在这个目录里面 选择我们的Config文件 点击Open 打开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选项 在这里找到你电脑的对应的机型 那系统会随机给你分配一个新代ID 这时候呢我们再到这个选项 选择第一个选项 0 然后呢我们再到最后一个选项 获取系统ID 这个呢就是我们本机自带的ID 所以说我们做这一步的目的呢 就是让这个软件 帮我们分配一个新代ID 并且替换旧的ID 这三步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文件 点击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好了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在这段时间里呢 朋友们向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呢 就是想知道自己电脑的这个配置啊 到底适不适合能不能装黑苹果 那咱们下一期的节目呢 就专门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样的电脑适合安装黑苹果 您的电脑到底能不能安装黑苹果 以及如何在台式电脑上安装一个完美的黑苹果 通过这几期的视频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装一个黑苹果呢 并不复杂 只要您找对了方法 找对了EFI文件和系统驱动 基本上大部分的电脑啊 都是可以的 只要您的安装逻辑通了 一切黑苹果在您面前都是纸老虎 如果你想看到相关的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那就请你点赞评论和转发 记得点开那个小铃铛 它会在第一时间 把我最新的视频推送给你 小视频用心做 七七精彩别错过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